2017年11月28日,地面工作人员通过深空网络向旅行者一号发送了启动轨道校正操作推进器10毫秒的测试命令,用来检测旅行者一号的相关仪器是否正常。 此时,旅行者一号已经在太空飞行了40年的时间,它距离我们实在是太遥远,即便速度为每秒30万公里的电磁波也需要19小时35分钟才能抵达。 而等它收到信息并回复地球,至少需要39小时。 11月29日,地面人员在交集的等待中迎来了旅行者一号的回复,四个备份推进器全部启动10毫秒工作正常。 尘封了37年,远在211亿公里之外的旅行者一号助推器被成功唤醒。 谁也不曾想到,这个原计划只工作两年就算完成任务的探测器,竟然一直工作了40年。 这一切得益于它利用放射性同位素、布238不断衰变产生的热量发电的核电池。 这种核电池的半衰期高达88年,而在此时,它的孪生兄弟旅行者二号仍在朝太阳系的另一个方向飞行,依然一切工作正常。 两位旅行者是NASA前期最著名的星际旅行计划,水手计划的收官之战。 在水手一号到十号的任务中,实现了金星和火星的全面探测。 而水手11号和12号的任务目标是,至少探测木星,尽量探测土星。 后来这两个任务被改名为旅行者一号和旅行者二号。 在即将到达发射时间时,NASA突然宣布,决定让旅行者二号在探测完木星和土星之后,继续飞向天王星和海王星,最终冲出太阳系。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原计划后面发射的旅行者二号反而提前一步,于1977年8月20日乘坐巨大的泰坦三翼火箭起飞。 相比旅行者二号对木星和土星浅尝折址的探测,科学家希望旅行者一号能够更加认真,近距离地观察土星和木星。 1980年,旅行者一号结束观察土星任务时,几乎用尽了助推器和四个备用推进器的所有能量, 但还是无法抵抗土星最大卫星土卫六的巨大引力,提前被甩出了太阳系黄道平面,从此踏上了离开太阳系的航程。 1990年2月14日情人节,科学家命令远在64亿公里之外的旅行者一号调转镜头,面朝即将告别的太阳系,拍下了这张迄今唯一一张以外不视角观察太阳系的全家福照片。 在数十亿公里外看来,地球变成了一个不起眼的暗淡蓝点。 旅行者一号正在以每年3.5个天文单位的速度向蛇夫座方向飞去, 大约3.8万年后,靠近一颗名为格力泽445的红矮星, 57万年后到达一颗名为格力泽686的红矮星附近。 而旅行者二号则是向着射手座方向前进, 它的速度稍慢一点,大约为每年3.1个天文单位。 四万年后,到达一颗名为螺丝248的红矮星附近。 三十万年后,到达夜空中最亮的星星天狼星附近。 完成上述极为漫长的飞行后,它们将会继续穿越银河系, 因为宇宙空间空旷的程度难以想象, 它们与其他天体相撞的概率几乎为零。 它们的最终命运是什么不得而知, 可能会与其他星球相撞,也可能被外星物种发现。 它们存活的时间甚至可能比我们的太阳系还要长久, 或许就像漂流瓶一样,在宇宙深处孤独地游荡, 直到被另一个人捡起。 而那个人就会知道宇宙中曾经存在过一个古老的文明, 它们能制造出不止一个,而是两个探测器, 探索它们的太阳系,以及更遥远的地方。 你知道人类大脑的容量有多大吗? 2014年3月,Nature有一篇文章, 分析小白鼠大脑的13个神经元的结构, 用了高达1TB的数据。 而一个重约1.4千克的成年人大脑, 有大约1000亿个神经元。 即使只用1十分之一, 那么人类大脑存储容量相当于7.6亿TB的数据。 即使用当前最高达8TB硬盘来存储这些数据, 也需要9500万块硬盘。 当然,这些数据只是让我们了解人脑容量, 到底有多大? 毕竟神经元并不是全部用来存储数据, 大脑超级复杂的运算规则并不是计算机所比拟的。 它不仅可以存储, 还可以收集、整理、分析、检索, 甚至是遗忘数据。 随着5G、云计算、 大数据处理等互联网技术的出现, 科学家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如何让计算机更加贴近我们的大脑? 我们不希望计算机只会输出对与错, 而是计算机能和我们人类一样, 能够拥有识别、触觉、思考、甚至是情感, 即使给出模棱两可的答案, 而这就是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企图了解智能的本质, 并生产出一种能以人类相似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 它包括了机器学习、语言识别、图像识别等等。 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云计算、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知识, 可以参加原价将近2000美元, 今年首次免费的亚马逊ReInvent 2020。 12月23日,中国公布了18到44岁成年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 其中男性为169.7厘米,女性为158厘米。 身高是每个人非常关注的问题, 人们都希望自己高大威猛、亭亭欲力。 据科学研究显示, 遗传基因和后天环境是决定身高的主要因素。 在后天环境中, 赖氨酸、心、钙等核心营养又是最关键的。 其中,赖氨酸人体自身无法合成, 必须通过食物来摄取, 故称为第一限制性氨基酸。 研究表明赖氨酸确实有助于长高。 在人体骨骼线未必合之前, 赖氨酸有助于促进骨骼生长。 人体每天对赖氨酸的需求量, 我们可以根据体重来计算。 婴儿期为每公斤103毫克, 儿童期为60毫克, 成人期为12毫克。 一般骨类食物赖氨酸含量很低, 而在豆类、肉类、蛋类、水产品中, 赖氨酸的含量比较丰富。 如果日常赖氨酸摄入量不足, 就要考虑额外补充赖氨酸。 市面上赖氨酸营养补充剂有很多, 有针对婴儿的, 有针对青少年的。 青少年想要长高, 得关注自己的骨骼线是否闭合。 一般人体骨骼线闭合是在18到22岁, 所以理论上在这个年纪之前都是有继续长高的希望的。 除了赖氨酸外, 钙也是身体长高的重中之重。 牛奶是补充钙质的优质来源, 同时,良好的生活习惯、运动习惯、睡眠习惯也至关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